我们现在来到小区的这个 叫做西北方向 我看这边有两人在收拾车 你们好啊 怎么准备干嘛了这是 出去还是回家呀 不回家 你老家是哪里的 我看那个车牌 户币是上海的 你在这买房子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你也是老住户了是吧 十几年 你看是邻居是吧 十几年了 怎么说坏了 没有 看看机油 看看机油 你们一个北极一个上海的 对对对 你今天没出去啊 我没出去啊 你是不是在底下坐我弟的那个老师 是您啊 对 我就说我看 我先看看弟再给您说话吧 这个这块 这个一楼啊 这个花园啊 曾经啊 我和儿子呢 把它开出来啊 开出来的 然后当时 撒草重生啊 草长老高 我们开除了以后呢 我们不会种 种的也不好 所以我们弟就不要了 然后呢 这个刚才我采访到的这个上海大哥 他们就把这块地种上了 看他们家现在种的是蛮好的啊 这是这是萝卜应该是 萝卜 那边是白菜 哎呀 真是可以 那边还有什么菜呀 几种菜 油菜 白菜 过去还种过瓜 我以前也收过一些瓜啊 收过一些什么 我是不会种啊 再转过来看看吧 这你们行啊 你们把这个小花园打理的很好啊 没有 没有 你好 哪里哪里 我这种的时候都不收获 对 您这个 能是一年的收获多少东西啊 没有刚刚搞小白菜 萝卜 萝卜小白菜 不是你不是夏天的时候也种了吗 夏天吃完了 都吃完了 谁种谁吃啊 那你们就搞点蔬菜 就弄点蔬菜 别的不种 别的不种 那也挺好的啊 别的 种起来反正吃不消 啊吃不消 我看你们特勤快 你们是住的几楼 你们是 13楼 13楼 然后呢 你们弄水怎么办 怎么弄水啊 我搞了个电棒跟你一样的 从那边打水打过来 哦 你也弄了个电棒啊 对我当时为了这个种地我特意买了个七花了七百块钱买这个买了个泵你啊加管线啊对我现在都废了那些东西你早说的话我都给你哈哈哈 现在好了搞那个链电池的啊过去是什么千辛电池的哦也是一个100米的管线啊100米管线啊我当时买了45米有点不有点够不着哈哈哈 你回家啊一万两万的万 哦万老师啊啊一万两万的万吗不是万老师吗哈哈哈我不是老师 呃您是哪一年开始在这儿藏住的啊 几乎每年都来住了十天就是从19年开始藏住的哦19年开始藏住的我这地是从哪年开始藏的你是从19年藏住以后就开始藏我的地了哈哈哈哈 20年没来嘛啊20年本来想来的没来啊疫情没来啊好不容易有好几个就到这里来的哦5月份来的哦5月份来的哦那您达普是呃什么时候回去啊 今天好像不准备回去啊啊不准备回去了啊你过过都没有这个地方没有一次没过过啊那你家现在在楼上采光应该很好呃这个现在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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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一个沙场的有一个哦哦 哦看见了有掉衣服的有掉衣服的我见了再见了那是那那很高的有20度的我们什么都不开啥都不开有20度啊 温度这么高吗啊是20度中间的啊中户是吧中间的不要紧中间的你没有没有北没有北面的窗户这样的话热量散失的比较少一些啊那真行 呃这那冬天就不用那个怎么采取什么措施了好像19年我们最冷的时候也登过的好像是零下5度啊6度但是也不冷啊屋里零下5度6度吗没有没有我说外面外面零下5度6度啊最冷的时候那年 29年下雪吧然后你们室内呢室内也是15度了15度啊哦你们用不用空调呢没有空调都没装空调都没装你夏天夏天也不用空调不用不用不用那夏天你这个房子它 不来回不没有我们把后面的房门打开啊打开啊这样对流一下啊哦那也有办法对打开搞个铁门就穿了哦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咱们前面一个北京大哥也是这样弄的对很凉快很凉快关注你这房子冬天好冬天太温暖了你看采光也不挡是吧楼层高 这位大姐拿着什么好吃的啊不说保密保密给我们送点看什么东西粽子哎呀谢谢了哈哈哈哈哎呀看咱们迎台人多好这个互相这个互相这个帮助哈哈哈啊 哦那边玩的地方很多哦哦都山区了哦开着车也没事你到这边来以后我哪边玩去过啊这边就是到南海南海新区龙城龙城哦天洋湖别的地方也没去没去没去啊 啊危害市玩那你看那个到南红去看啊买那个什么买点海鲜去啊啊那个山你爬过没有啊我爬过的啊爬过不经常爬吧没有没有 哦哦我们刚回来刚爬回来出了一身汗哈哈对对对我们没爬顶我们爬的部队营房那 上次爬到只怕粘ocrinduce朋友吗噢你们悄静啊你们你是团队是吧没有没有我又不论是大熊呂呂呂呂呂呂噢不论是他在这世界上碰到етсяella啊 哦啊您多哪儿就大家在雨婴儿bah的啊你多大年纪了牛 citizensолов oh 哦您多大年纪了啊儿出租呢9年啊我9年的啊6262ens 那 fiber aspect哈哈哈呢63了哦63了啊挺好挺好在一天住的、舒服、舒服是吧空气好空气好然后你们朋友们好哦weder 邻居啊 都是好邻居 对对对 有这么多好邻居 这车是什么车啊 轮椅吗 上面有个老人 有个老人啊 带着老人一块去 您的母亲 是我老婆的父亲 你老婆父亲 我没看清楚男女 好 93岁了 在这住 那挺好 21年的成绩我们在广东啊 在广东 广东去好了以后马上再到这里了 那边一个94的 94啊 咱小区 您家老人就93的啊 他在银滩住的话有什么跟上海住有什么区别没有啊 他说这里好 他也说这里好 那你感觉到他这个 在银滩对他身体有什么帮助没有 有什么变化没有 以前在上海好像有点可受啊 现在好多了 对肺有好处啊 对肺有好处啊 空气好啊 主要还是空气好 蛮好的 蛮好的啊 行 蛮好就在这常住吧 哈哈哈 我们都是好邻居啊 哈哈哈 行 好邻居 看我们银山的天啊 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好 对 感谢